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吻华 吻华今天公布完半年業績 造出來的相對上不錯 你見得到 接至九月半年業績 其實它那個收入其實都是增長到五成 五成來講其實都是相對上不錯的高度 還有因為你要看它做這些產品 沙發 其實它後面 因為它做那些什麼電動 其實無論你Overlock 所有那些產品 那個原材料的成本其實都是漲了很多 它這個那個幅度其實是幫你掩蓋成本的幅度 所以你又令得到它那個順利其實都有三成的增長 加上其實它派息也有一個增幅在那裡 你再看它那個毛利其實也有一定的改善在那裡 你說很強也不是因為它也不算太低的 它的毛利率 所以你Overall 如果你想在這些市況 然後又找到一些股份好像那個業務又叫做有不錯的增長 你再看它不同的地區 所以它在大陸市場其實它都不錯 其實它都有Overall 50%的增長 北美市場其實一直都是 它之前有轉工種到內地 但是北美其實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對它來說都不錯的 它是有六成的增長 你歐洲方面其他市場都相對上也很強 以Overall來說 所以你見得到它增長方面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你去那個成本當然是上升上來 但是你那個topline 即它的收入 它起碼盡得到 你去順利 其實有那個增加在那裡 還有這些本身的業務 它都是受惠著經濟復甦 所以如果你想去找一些穩穩陣陣 又不需要擔心它 即將會公佈業績又不得的股份的話 還有它的走勢又止捉到底的話 即是民話是可以去留意的 部署方面其實又可以考慮現價 去了一個部署 看看它會不會突破它之前的位置 12.8元 今天來說其實它都是衝過上12.8元 但是站不穩在它樓上 所以如果你進取一些的話 我覺得其實未必好進取 也是的 因為這隻不是說什麼 很特別aggressive的一些行業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現界是部署 或者你是希望覺得它走勢上 即是突破完了 你站穩在它突破在12.8元樓上 你才追進去 亦都可以去考慮 即是那個策略上 如果向下的話 定回那個指示的話 定去哪裡呢 定回它早前試過的低位 那麼就定去11元 如果它真的穿了11元的話 短期來說又不妨去走一走 如果先塞了11元的話 其實這幾下的低位 還有我suppose它試完兩下下來 是有機會走出一個比較好的走勢的話 那就不suppose再穿回11元 那麼短期來說 如果希望短期公佈完業績 應該不錯了 還有試放器 希望回穩 可以向好的話 我覺得證明可以去留意 上網看看它有沒有機會 上回去14元 15元 這些水平 短期就看著11元 去做一個止蝕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中長線其實都可以坐的 這個股份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著去中長線坐 11元都不走的話 那個注碼控制 就要做得小心少少少了 控制得好少少 這次電輯 稍微快要睡著 第15個和課生 面LAU 人母 Fruit 第二是 air 胃